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30号是郭敬明的绝迹 今天你路过了谁 谁又丢失了你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别废话 给我撕去 毛十八 你过来 这是我表弟 叫毛十八 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发明家 十八十八 顺利吗 全靠你了 他叫猪童 我的发奖 家教 黑车 饭馆都干活 打一拳十块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礼服 在我家蹭吃蹭住 成了一种惑气 今天的菜 能活着出去就不错 干煎鱼 俗称 炒杯澡 哪家孙女呢 同事 唯我哥 我可以混吃混喝 我要买房 二十万 那这我不能要 能不能展开你们的翅膀 从我们家笔直到没有 看来这面镜子 比我要力 这三部电影呢 都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 而且这些年我们会发现呢 根据小说改编过来的电影啊 是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你想啊 咱们现在一年这个电影产量 逐年的往上甚至翻翻的涨 可是呢 电影编剧的数量不够 甭说优秀的编剧 就一般的编剧都跟不上它 就市场需求量太大了 那么呢 根据现成的小说改编剧本呢 这应该是个中南节径 再有一点呢 原来的小说比较火的话呢 他自带粉丝 就这小说看过了 我要是这个小说的粉丝的话 那拍成电影我自然愿意看 怀着忐忑心情看看 我心里边想象的小说世界 被这些拍电影呢 给弄成什么样 所以这本身呢 就具备很强的市场号召力 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就要给大家说说 根据小说改编过来的电影 都有多少种情况 到底这个事呢 是好事呢 还是坏事呢 那我们看呢 根据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状况呢 无配就这么几种 就是好的小说 改编成了相对糟糕的电影 第二种呢 是一般的小说呢 改成了很不错的电影 第三种呢 就是好的小说呢 改编成了好的电影 大概就这么三种情况 比如说老梁你漏了一种啊 那还有就是挺刺的小说 改编成挺刺的电影 这个咱就别提了 都挺刺你还提的干嘛呀 在市场上也会了无声息 我主要就说说我前面说这个 刚才提到这三种状况 你像第一种状况 说挺好的小说呢 电影改的一般 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先天条件决定 就我们经常有那么句话嘛 说一千个人心中 一千个哈姆雷特 就说每个人对原著的理解都不一样 你真把它变成了影像化之后呢 你会发现正口单条 很多人都不满意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导演功力足够的话 他把原著的一些精髓能把握住的话 大家的评价不会差 那么但凡是优秀的小说 最后电影呢呈现出了一般的 大事就这么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是把原来的一些重要情节给改没了 使整个这个人物啊 他的情感呢缺乏一个支撑点 在情节上呢不够饱满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把原著的情怀给改没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最受大家诟病了 就认为把原著情怀给弄没了 这是不可饶恕的一个罪过 那么咱们分头举个例子啊 说把原著的一些情节改没了 前两年的张艺某有一个作品 获得了两个多亿票房 票房一般 但是市场上好评度还挺高 什么呢 这电影名叫归来 进行发力 所以会出现情节上的缺失 那么比这个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情怀的缺失 就有的电影啊 他原来的原著非常有情怀 可电影一改呢 把那情怀给弄没了 让大家觉得跟看原著比那震撼度差多 你比方说前两年导演呢 拍那个白露源 白露源呢是这个著名的作家 现在已经过世了 陈宗实先生这作品 这个白露源我看过大概有两遍 小说确实很令人震撼 里边呢其实就是反映在这个西北啊 姓白和姓陆这两家 这两家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 这里边呢有对土地的这种眷恋 这根房都是你一手里致喊 谁都不能卖 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有基于黄土地基础上的儒家思想 在中华大地上的深刻影响 北路强远 德捏响圈 德捏响圈 见善彼刑 见善彼刑 文郭彼盖 文郭彼盖 能知其审 能知其审 能朽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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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是一部大情怀的作品 可是导演呢 改的时候一开始让卢伟当编剧 卢伟呢就是帮这鸡活着 剧本都是很危险的 非常优秀的计划家 你说道没道 在人气不分 雌雄同在的景点 您该断的 卢伟写完一版 导演看的不满意 说闲这个太沉闷 他自己又改了一版 结果他改这版可不怎么样 他把原来这种宏大的家国情怀 变成了一个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故事 就把它拍成爱情片来 结果这个爱情片 以绝对的男女感情为主线 一下子就把我前面说的家国情怀 对土地的身后眷恋 等等等等 这些大文化的东西给拍没了 这次可由你打出面跟我说 比较合适 加上呗 那那小文是敢兄弟 你也就算这么敢打了 阿亮只想求你族账祝婚 跟阿亮择个吉日 另进磁道 白瓦田地经过座 把阿亮扶起门上到族库上 反而这门湖底起来 那怎么安心过日子就对了 听俗当的思不能急 最好是由你搭成员草班 才比较活个利益长程 回来了快去 吃你妈 吃你妈 你这炸了去 你这炸了吗 炸了去 炸了去 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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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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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滚 你不色鸭啊 你给我滚 炸 炸 所以真演出的这白瓦园 虽然有张峰毅 段毅红 这些实力派演员撑着 可是味道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 反正我看完之后 我就感觉是深深的失望 这就我说的小说 好的小说 优秀的小说 改变成电影 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 如果一旦这电影一般 那马上其实不是说情节的缺失 就是情怀的缺失 所以这是我们说 好的小说 改变成了一般的电影 它中间面临的问题 情节的缺失 情怀的缺失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 普通的小说很一般 这小说最后改变成了一个优秀的电影 这个过程一定是导演和编剧在靠动 这个赛创作呢 是往往在内容上增添了很多有血有肉的 尤其是在情怀上给拔了一下膏 为大众所接受 你看我再举几个例子啊 这都很有意思 比方说这个德勒斯卡奖的那个教父 导演是这个科巴拉 马上白蓝都演教父 在教父原著里头呢 这个黑社会老大科良呢 就是一个假大空式的夸夸七谈的浩大喜功 挺狠的这么一个黑社会老大 但是在电影里头不一样 这个人物变得呢很有风度很儒雅 什么我会做的 让你准备我这么尊敬 如果你来到我和朋友 然后这种伤害的伤害 你的女儿就会在这一天 然后如果一个真正的男人 像你自己 会成为敌人 他会成为我的敌人 然后他们会 fear你 就有一些非常深情的地方 就这个人物形象很抓人 非常有人格魅力 那么原来呢这个小说呢 是这个被这个派勒蒙电影公司给买下来 然后要改变成电影的时候呢 派勒蒙电影公司就找一些一流的导演 结果这些导演看完了这个小说 都觉得这小说写的不行 没法拍太空不接 这为什么最后大导演科巴拉接了呢 当时科巴拉跟那个拍星球大战的乔治卢卡斯 两人在一块 他俩一起做公司 这时候他这公司呢 亏损山穷水尽没钱了 卢卡斯就说好不容易来个活 你无论如何你得接过来 人家找你咱得挣钱 所以科巴拉是硬着头皮 觉得这小说也不好 硬着头皮把这教父这活接了 接了之后科巴拉就琢磨 我不能折腕啊 他很认真地琢磨这小说 哎他发现 这个教父柯良 他身上发生这些事 他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在高速运转过程当中 被这个明和力裹结在其中的人 一种必然的归宿 就哪怕你狠到黑社会老大的程度 你能耐大的科良的程度 在这里边搅来搅去 你也摆脱不了名利对你的诱惑 最终有可能你葬身在名利场中 所以他把当时呢 美国六七十年代啊 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飞速向前发展 物语横流那个时代 一些政治隐喻和社会隐喻 和这柯良的人物揉摄一块 一下子把圆柱给巴高了 所以这人物形象不仅扎实地立住了 而这很多人看了之后 觉得就是那个社会无比真实的写照 不想通过这个社会 但我得肯定有很严重的信件 决定处理 如果时时间回来 我认为了解释 你会想要看你 看我们都要看一看 我们都要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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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到冒险 是冒险 是冒险的带你老公回来 我的书去我 我忘了冒险的冒险 我老公 我有为了解 我的老公 我的老公 是冒险的带来这国 因为这种事 好 我必须做的 我必须做的 带来他回来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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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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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电影 一下就立出了 就是说 事实上导演 对他进行了第二次创作 当然这个第二次创作呢 导演的这种想象力 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霸王别姬》 这都经典的电影 《霸王别姬》的原著呢 是香港的这个小说家李碧华 原来李碧华写这个小说呢 就是写段小龙 就张峰一演的角色 和陈爹一张国荣演的角色 就写这两个之间的感情纠葛 你上哪儿签 我上哪儿签 你管得着吗 不是 师哥 师哥 你别走 袁四爷今儿晚上 请咱们过去 要再陪咱们 姓袁的他管得着姓段的吗 我是假霸王 我是假霸王 你是真鱼姬 让他再陪你一个人去吧 师哥 师哥 他原来的视角并不宽 就这么窄 但陈凯歌呢 作为一个有知识分子气息的导演呢 他拿到这个作品之后呢 他觉得这样的拍电影 没多大意思 他就把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穿杀到里面 把这个爱恨情仇的纠葛呀 和人性的冲突呢 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当中描述 结果把这两个人的事 放到这个背景当中 一下子这个片子 历史的厚重感出来 就这人 不是抽象出来单独的人的感情 而是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感情 使这个人物有血有肉 所有的情景 都有扎实的社会根据和现实 有多大小的情细 感到有点阳 不要动 也不味道 你们学问 但味道有点 有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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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问 事件 有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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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陈凯歌的再创作 所以我们说一般的小说 如果改变成了一个优秀的电影的话 那一定是导演在这方面 从情怀各个角度有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我们说第三种情况 这个可能是所有这些改编里头最少见的 就是小说也很优秀 电影也很优秀 在这方面做的好的那确实不多 我举两个例子 张艺谋在这方面做的不错 你看张艺谋应该说 我到现在位置认为他拍的最好的电影 活着 虽然没能供应 但得了嘎那奖 葛柔平这个得了影帝 你又输了 不贵少爷 您又输了 嘿 一晚上都没开 进上吧 哎 多叔 这一阵子 仗欠了不少 字也练得大有掌金 活着的小说作者是于华 当初这个小说我们看的时候 都觉得这个小说写的真是入目三分 淋漓尽致 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活发 有不同的艰难 就看了之后 你觉得很震撼 张艺谋拿到这小说之后呢 他在诸多的地方 细节上做了改动 而且这个改动让你觉得不突兀 很合理 你比方说 原来小说里边 葛柔演这个 徐富贵 吃喝嫖赌 浪荡公子 但是你要就展示这个浪荡公子呢 这个东西缺乏一种很形象的东西 张艺谋在里边加上什么呢 让他玩皮影戏 唱皮影 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搁到里头 这样拿到国外 给老外看着 老外不腻呗 这有意思啊 你要说一个浪荡公子变好 这种情节 外国人见的多了 你这里头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 他看着就觉得均均有味 很有意思 就他加这个是增加了电影的可视性 就使他的观赏性上 一下子得到增加 再一个有些情节的改动 江一谋呢 做了一个特别合理的改动 我认为这是神来之彼 就说呢 这个领导呢 在学校里边倒车 结果一下撞墙上来 没想到墙那头呢 这有情陪着家里 大连钢铁太困了 睡着着躺着呢 这墙一塌 把他给砸死了 是福贵的儿子 区长是天黑以后到学校的 他开着欺捕车 向后一倒车 把学校院墙就给撞倒了 没想到石友庆就在院墙后面睡着了 但院墙的砖都扣在了他身上 当时就不行了 区长也受伤了 现在在医院里面 太累了 四五天没合眼 这个改动 把一个看似残酷的必然性事件 变成了一个偶然性事件 在一定程度 无损于援助 反而增加了几分呢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风 就福贵神圣的悲剧 既有历史的必然 也有一些偶然在里边 所以让你看起来更加合理 更加楷探命运的无情 而不是呢 把这种愤恨呢 纠结到某个人 某一个势力上面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改动就非常合理 所以这个电影 我们从开始看到最后 除了结尾呢 批判性稍微差点 到结尾呢 他老伴也活着 这个外孙子也活着 除了这个地方 稍微觉得对悲剧的主题 有点冲淡 其他地方我认为 改变是挺合理 这也就是说优秀的小说 最后改变成了优秀的代表 那么张艺某这方面是强项 他往里加东西 因为他本身呢 搞摄影摄像素质 他对于就是观赏性强这块 视觉效果这块 他能很大程度的 把援助升华 而且能弥补援助的不足 你比方说 他改变苏同的作品 援助叫七切成群 他改成大红灯笼高高挂挂 这里边他做了很多 就是在我们今天看来 很有想象力的 场景上的改动 原来呢 姓陈这个地主呢 七切成群 晚上在哪个 仪太太屋睡觉 都得翻牌了 电影里改成什么呢 选中了哪个仪太太 就在他屋外挂红灯笼 一排一排 在那个山西大院里头 那红灯笼对称一排 画面特别好看 可是好看之余 蕴含着几分悲凉和阴森 为什么 这个姓太太 房间外套 挂上红灯笼 其他的姓太太屋前 就一片漆黑 一下就能对比出 其他姓太太 心里头阴影的面积 老爷走了 灭灯笼 三 二 点 多 就不用你电影 多描述这个 这家张灯皆踩了 大红灯笼挂起来了 那边姓太太 那边一定是很悲情的 就这种人物内心的冲突跟张力 不言自明 画面就能看出 在张艺某又加上传统的东西 除了这大红灯笼以外 垂角 说这哪个姓太太 今天在谈的屋住 阿墨师就在那屋 给姓太太垂角 垂角呢 垂在上面挂个铃铛 垂的动作很有节奏感 铃铃铃也好听 噠噠噠噠噠的声音 好 这铃铃声音响起来了 外边红灯笼一挂 既有听觉效果 又有视觉效果 慢慢的就习惯了 那么其他姓太太 不用描述这些姓太太 躲到屋里怎么哭 养案切齿的嫉妒 你就看这家的红灯笼 听这个垂角的灵 你就能想象到 其他姓太太心里的失落 什么叫镜头语言 这叫做镜头语言 什么叫蒙太奇 这就是蒙太奇 就是说电影人 他的优势 跟小说家比是什么呢 对画面的在线和生活 这点张艺谋做的非常到奖 那个女人是谁呀 哦 以前的四太太 脑子有毛病了 和小玩势 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这种 人是我 挑战的 什么就是 特别的 人是个人 黄势 会 有没有玩意 或是 外 当然我们说张艺谋 为什么他的作品 大多数是改变的小说 因为张艺谋自己是一个 不太会讲故事导演 你让他自己讲故事 可能讲得稀里糊涂 但是从这个精彩的小说改变过来 他的强项就发挥了 对画面的这种把握 所以张艺谋整体来说 从小说改变成电影 应该说张艺谋是个大价 他的优秀作品在这方面 可以说给其他很多导演 提供了活生生模仿的样子 所以我刚才说了 好小说变成糟糕的电影 一般的小说变成了好电影 好小说变成了好电影 那我们按这个标准来看 就是今年九月中下旬 这三部根据小说改变电影 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它呢 七月与安生 这个小说来说是非常一般 安妮宝贝呢 绝不是什么一流的作家 她正好赶上了 85后90后这拨人呢 要彰显个性的时代 所以这些孩子就觉得 这个安妮宝贝写的那个 穿着这个衬衫 亚马裤子这些小青年 那特别时尚 特别清纯 是自己追求的目标 安妮宝贝就凭着这个小青心的味道 拿下了很多读者 如果你想让我留下 我就留下来 这些年 你就是送过来的 七月 你是什么人 可能嘉明不知道 那我还不清楚吗 七月和你一样 都喜欢擦 有人可装呢 你为什么逃过来 先逃的人不认识 我都长大了 就会好了 但是七月与安生呢 拍了之后呢 导演和演员很见功力 里边像马思纯和周冬宇 很多人说周冬宇演技大爆发 就演员的演技 一下子把这撑起来了 所以七月与安生的市场口碑 是最好的 我叫周冬宇 在七月与安生的电影里面 饰演李安生 周冬宇是很有爆炸力的 我行我术 我自己对我的命运做主 我们一集都很喜欢他演戏 他在生活当中更像一个男孩子 那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呢 小说也挺普通 电影呢 也挺普通 这个电影呢 在烂片里呢 算不错的 在好片里算烂片 把邓超和百百合的表演呢 没有能打动 算中规中矩 也难怪 我都放弃 所以这么久 你们也应该放弃我 里头真正的有点意思 还就岳云鹏 看起来跟本色演出似的 那段失恋 倒给人带来刻骨铭心一下 你妈刚才熬汤 又用的洗衣粉 满天的泡 我挺喜欢那个角色的 猪头 挺执着挺可爱的一个人物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他觉得整个世界案情是最伟大的 燕子是全世界最美的 我能做你的女人吗 你不喜欢 为什么 你没他们美 他可以把他的所有都给到燕子 为了燕子 可以付出一切 其他你像张天爱演 那个妖姬太夸张 整个情节有点矫情 就这个作品实在一般 那至于郭敬明这个绝技呢 我想不用我做过多评价 你打开网站看 公道自在人心 你把这个改变成电影 靠一大堆小鲜肉 一大堆美女捧场 堆砌这些明星 那你的电影质量 也绝对好不到哪去 所以对于郭敬明 绝技的评价 我们说每个人心里 自然有一杆称 这就是说电影好与坏 观众最后来决定 公道自在人心 今后粉丝电影 想像以前那么 骗钱蒙钱了 恐怕那个时代 是一去不复发了 感谢您收看这期 老蓝看电影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